紙本三倍券从昨天开始 在全台的邮局还有四大超商都可以领取 但是邮局却一度发生了全国大档机 而至于在超商机台 也因为系统无法附和人流 不断的出现流量管制中 还有请稍后重视等字样 引发了不少的民怨 常常人龙一早就排队等候 邮局三倍券十五号正式上路 作为驻台北万华区的吴先生 特地起个大早 清晨四点就来排队 顺利抢到头乡也快速领卷 上市就是口罩有问题 就是难买 我就早一点来看 看有没有比较好 结果早一点来就可以了 有人开心点券 台南麻豆却有一名五十六岁的国姓富人 疑似在排队时血糖过低 头昏不适跌倒受伤 一旁远警及时发现 赶紧通报将人送医治疗 领卷第一天状况不止这一桩 邮局频宽 流量疑似因为不堪负荷 在上午九点五十八分时 突然发生全国大当机 直到十点零二分才解除 排除掉作业系统的困难 其实邮局领卷还算快速 平均一人一份不到两分钟 统计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左右 全台邮局共贩售出 六十九万一千四百五十分的三倍券 速度怎么样 很快啊 今天你几个人的 四个啊 一二三四啊 从今天开始到七月三十一号 我们每天都会提早半小时开门 今天一估我们的作业能量 大概会来到五万五到六万 十八号是全邮局都上班 所以我们十八号应该会来到 八号五到九万 同样系统出状况的还有超商领卷作业 包括7-11全家及OK等便利商店 都因流量太大 导致三倍券庄区系统一直显示 流量管制中请稍后重视 有民众排队至少二十分钟才领到 很想要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说第一天就马上上 就是九点钟就马上跑来了 想要买电器 但是刚刚拿到之后 想说我再研究一下 至于还没领卷的民众 三倍券官网有提供三倍券即时存量地图 可供民众查询各家邮局开放时间及存量等 邮局目前是一身份证字号实施分流措施 身份证末码单号周一三五零 双号周二四零 周六则是单双都可领 记者综合报导